金門縣金湖鎮廖羅南石戶公園 7號再度發現一頭漂流上岸的死亡株枝 經過采樣跟檢驗 10號確定檢出非洲豬瘟病毒 而非洲豬瘟中央在汗印變中心 10號召開記者會表示 目前海漂豬檢出非洲豬瘟病毒 已得及5件 為了確保產業安全 將暫停金門株枝跟產品 輸往臺灣和其他離島至少一個禮拜 昨天一個例子 今天一個例子 明天可能還會有另外一個例子 也就是說 三天裡面有三個海漂豬 驗出來都是被病毒感染過的 所以這樣的一個指標的話 也告訴我們 這樣的一個疫情 事實上還是一個非常嚴峻的狀況 另外在除以養豬部分 中央在汗印變中心表示 目前全台已經取得 檢核再利用的有744場 以轉用飼料的則有979場 另外還沒取得檢核 也沒有轉用飼料的則有258場 如果擴掉127場的 就是說沒有在飼養的 那大概就是只剩下131場 剩下131場 就是還沒有表態的 所以真正我們上回處理的 大概就是120 124場 那124場 其中分布主要是在於桃園34場 那屏東25場 台中23場 跟新竹23場 南陀11場 在汗印變中心表示 地方防疫所跟環保局將繼續追查 出於養豬的轉型狀況 同時也呼籲民眾出國旅遊 不要攜帶動植物 尤其是肉品入境 目前疫情尚未趨緩 千萬不可 掉以輕心 台北市採訪報導